鞠筋盘突出要不要开刀呢 今天讲增生疗法 徒手治疗免开刀 后院长 这个男性是以为他大腿肌肉拉伤 撕裂伤 他要你把他检查 结果你发现他是腰椎 椎间盘的问题 重点在大腿是放射痛 那这个很特别 就是他有在做一些运动 他去健脂肪运动 做一些深蹲 那有一天深蹲完 他发现这很痛 他说大腿 我大腿是不是拉伤 当然一般人就会这样想 但是他去做一些检查 或是做一些治疗 放松好像不管怎么放松 这里都还是持续酸痛 后来他在我诊间 我就帮他检查 发现他其实是腰椎 引起的大腿放射痛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其实这里有一张 这个人体的 这个叫皮结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L12345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的腰椎 第一节有问题 你有可能就属西部 这边会痛 如果是第二节 你可能大腿前侧 第三节就是在大腿中间 所以他大概是这个L2 L2 L3的地方 他就持续疼痛 他一直治疗这里都没有好 那其实我帮他检查 后做一些检查 发现结果是腰椎问题 后来就治疗他的腰椎 他的这个痛才会好 所以你一直去弄这边 是不会好的 就要找到问题跟原因 其实是腰的问题 我们有带一个模型来 还有针剂 在增生疗法的部分 这是要如何来处理 好 那椎盘突出 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是前面 如果我们长弯腰 就会突出来 就压到神经 一个果冻 这个就叫放射痛 因为它是突出来 那如果我们要怎么治疗 一般我们 比较保守了 我们就做一些附件 但是可能就比较慢 如果我们比较快的话 我们会做一些真正治疗 这是腰椎前侧 那我们可能请病人趴着 就是病人趴着这样子 那我们大概有两种注射方式 第一种叫传统针身 我们就是用比较短的针 那我们就是找多个关节的点 跟韧带去打 大概一次会打 大概四到六个点 就是让它这个韧带变强壮 让它这个椎间盘可以比较稳定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 就是比较精准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长的针 大概就三倍长 那三倍长的话 就是你要搭配超音波导引 就是我们可能要用超音波 然后看到一些比较深层的构造 然后我们比较打进去 然后这个的话 打的帧数可能就没有之前那么多 大概就打个一两帧 我们就打到重点部位 就打到我们认为它卡住的地方 这个就是超音波导引的 增生治疗注射 我们就一般 如果比较快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做一些增生治疗 那么看状况 用短的针或长的针来治疗这样子 好 到底是这个椎间盘突出 还是小面关节 我请雷霸来当model好了 有些腰症问题是不是 我腰症不过 你看我都可以讲的 我都是很OK的 但是唯一一个问题 我还没做以前 还没按摩以前 我要请教 这边 夜间我再睡一睡 会抽筋 抽痛 你说你的膝盖后侧痛 对 后侧 好 小腿 直接看诊 对对对 好 那我跟你讲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是腰 间椎一二节 所以你有可能是这里的问题 但是你就觉得我这里在痛而已嘛 对啊 我是不是这里抽筋 这里拉伤 但是其实很有可能也是腰椎的问题 我们脚就稍微把它抬起来 听到咖一声耶 好 像雷霸这样子 大概七十度 这个是OK的 如果你有问题 你大概病人 患者就会跟你说 这边 他就抬不起来了 这是表示他的椎筋盘 已经有一个急性发炎压迫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图示一样 就是已经有东西突出来 他正在急性发炎中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让你抬到这么高 所以抬到这么高是OK的 表示他目前没有一个急性的状况 那我们通常两边都会检测 那很多病人会问我 为什么我都是单脚痛单脚吗 这种通常都是单边的 如果是双边的 通常问题都很大条 就是可能就是需要手术 或积极治疗那一种 所以大部分都是单边的 那我们再做一个检测 我们趴着好了 趴着 趴着我们这个放胸口 然后放轻松 我们就是这样子 把他大尾抬高 请他放轻松就好 像我那个病人 他就是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他的痛就跑到大腿前侧 就表示他的比较高位的腰椎 是有问题的这样子 那这个是检测这个 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很常见的 这个是小眉关节 这个就是很常见 年轻男生他去医院做检查 什么都正常 医生就跟你说 你这没什么事 筋膜也 你就去放松休息就好 但是他永远都不会好 那他有个特点 他就是会在有一个特定的地方痛 大概就是我们腰椎正中间 大概一根指头 对 一根 然后再一个手掌外侧 那我们这个地方往下压 尼巴会痛吗 不会 不会 尼巴这个小面关节是很健康的 这个压下去 局部有一个痛 他就跟你说就是这里 这里很痠 那他通常就是这个小面关节炎 这个东西的治疗 也可以做刚才的前面的 增深注射治疗 我们就打个几次的针 让他这个关节修复 通常他就会好了 这样子 那这个是处诊的 如果是我们站立的检测 我就直接示范一下 追尖盘通常他会往前 他会跟你说 我去前面抱小孩的时候 我很痛 所以追尖盘是往前会痛 如果是小面关节 他跟你说我坐在椅子上 或是这样子往后的时候 我会觉得后面有一个点很痛 他跟你说我用按摩球去压 压一压 大概前一两个小时比较好 但是压完之后更痛 这个就是 这个标准的小面关节炎 好 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物理治疗师秋希杰 来治疗师要示范的是 徒手疗法 继续吸 好 那做这个筋膜的 每一层的滑动 就可以帮助他 解掉这个筋膜间的一些沾黏 然后让他的肌肉滑动 更顺畅 才会觉得比较轻松 定位 找到他要松的关节 这样会不舒服吗 不会了耶 好 那他不会的话 我就稍微把力量加深一点 脚稍微屈膝一点点的力量 对 好 那这个摆位下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松动 那这个比较是针对 腰椎整体旋转性去做调整 这样子 对 椎间盘治疗到底能不能借由 这些徒手的技术来让他恢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同一个病人 他大概三月的时候 他去照 这个是椎间盘这里有突出 然后这个是十月的时候 他照好像恢复蛮多的 大家不要看这个 好像没有差很多 其实对脊椎来讲 差这个0.1公分就差很多了 因为他这个有碰到脊髓了 所以这个人是很痛的 那做一做徒手治疗之后 他就比较缩回去了 他就没有碰到神经了 所以这个人症状是大幅改善的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